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像也是四五天的样子吧 那我觉得我带的东西有一点点偏多了 但是因为那个是road trip 所以所有的东西都是丢在车上的 就没有太大的关系 那这一次呢因为是要坐飞机 所以带的东西呢就尽量精简 这一次我准备的化妆包包呢就跟上一次的不一样了 上一次如果你有看的话 我带的是Laura Mercy的那个化妆包 那这一次呢我就换了一个化妆包 很可爱吧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之前有在购物分享里面 跟大家分享过这个化妆包的 那其实它呢是一个上飞机的包包 大家可以看到它是透明的 所以海关要查的时候呢 就可以拿出来给它看一下 因为是国内航班 所以检查的不会说是太严格 如果是国际航班的话 我不太确定这个是否允许 就是不需要另外那个透明的袋子 这个呢其实就一目了然看得到里面有什么东西 这个包包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 我会把所有的品牌列在视频下面给大家的 那我简单说一下 这个包包呢它是分两边 就是有上下两层 上面这一层呢就是我所有的彩妆品 那下面这一层呢就是我这一次要带的化妆刷 那一一呢都会跟大家分享一下的 在分享之前呢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准备化妆包包的tips 那怎么样准备呢 不会说是带多或者带少的呢 就是平时你要化妆的步骤 就按照那个步骤去选择一款彩妆品 如果说你跟我一样不是说去很多天 只是几天的一个旅行的话呢 其实不需要带太多的东西 而且相信我真的不会有太多的时间 让你在酒店里面化妆 化一个很完美很漂亮的妆容 基本上都会是淡妆 但是呢如果说你没有孩子 是跟男朋友出去的话呢 可以稍微带多一点点 比如说是眼影啊或者是唇膏 可以带多几个颜色供你自己选择 那因为呢我们家有两个宝宝 所以每次出行的时候呢 我都会非常赶 没有太多的时间化妆 因此我这一次带的彩妆品呢 就是非常简单 好那我不多说了 一一跟大家分享一下 里面都有什么东西吧 首先呢先打开上面的这一层 里面呢就都是我要用的一些彩妆品 那我就按照顺序了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妆前乳 这一次我带的是 Clarance的这个Beauty Flash Balm 那这个呢我觉得它的保湿性挺好的 因为我们是要去南岛 南岛是会比我们北岛要冷的 所以呢我带了一个加强保湿的妆前乳 让底妆可以更服贴肌肤 那这款Flash Balm呢我用下来感觉还挺好的 上一次我的妆前乳大赏里面呢居然忘记它了 因为它放在抽屉的很边边我没有看见 所以上一次忘记说它 这款Beauty Flash Balm呢挤出来是一个粉橘色 那推开之后呢其实是看不到任何颜色 它是可以起一个柔胶的作用 那就是把毛孔那些的都给你填平了 这样子之后再上粉底液呢用量方面会少 并且呢粉底液会非常的平滑服贴 这个我还挺喜欢用的 而且外加它小小的一支呢旅行真的是非常方便 如果你一直有follow我的话呢 应该知道我用粉底液呢是一定会加光泽乳液的 那这一次旅行我带的粉底液是这款Tone 4的粉底液 它的滋润保湿度我觉得很够 所以在很冷的季节使用呢我觉得应该都是OK的 就会刚刚好的感觉 有同学问我说混油皮这款春夏天适不适合使用 我个人就不太建议了 我觉得秋冬天用会更好 像我现在用呢我就觉得这个粉底液的效果会更凸显出来 效果会更佳 搭配的光泽乳液呢我选择了By Terry的这款光泽乳液 这个很重因为它是玻璃瓶的 但是我想了半天我还是喜欢这款光泽乳液 所以还是带了它重就重吧 那我觉得它们两个搭配在一起的底妆效果很好 我今天就是用了这两款产品上的底妆 这款粉底液自从我买了之后呢 我就爱不释手 真的很好用 那它的包装呢是塑料的 所以还算是蛮轻 高光和修容的部分 我这次选择了Bolge的巧克力双修 因为它真的非常方便 打开了之后呢 高光和修容都有了 我不用带两个 那我没有带Shallie Tilbury那个呢 是因为我很害怕它会碎 因为它感觉挺脆弱的 我很害怕就是在飞机旅途中啊 或者是我不小心摔到的话呢 它就会碎 所以我就带了这一款 感觉这一款呢会扎实一点 另外它的高光修容是比较偏自然的 所以在日间使用呢会非常适合 这一次旅行我相信都会是日间活动 所以我没有带晚间出去的彩妆品 因为有两个孩子他们很早就会睡觉了 所以我们呢 顶多就是在房间里面看看电影之类的 那他们就会在另外一个房间休息 蜜粉的部分 我这一次带的是Make Up For Ever HD的这款蜜粉 那这款蜜粉呢 年头的时候也有跟我一起去奥克兰 我觉得它的粉质非常的轻盈 几乎是感觉不到那个重量 非常轻盈的一款蜜粉 我用下来觉得挺不错的 因为它买的时候呢是一个套装里面的 所以有这种小罐 我觉得太适合旅行使用了 眼部打亮呢 我这一次带的是Magic Cups的眼部打亮笔 那这个笔呢 我用了之后就爱不释手 首先我觉得它的颜色呢 可以遮盖黑眼圈 遮得很好 并且它的滋润保湿度还不错 再就是它的这个头呢 我很喜欢 就是冰冰凉凉的 有一种可以消肿的感觉 自从用了它之后呢 就爱不释手了 我相信它应该会出现在我的爱用品分享里面 眼线的部分我带的是 Magic Cups的这支眼线笔 它是一个棕色 那这个眼线笔呢 它的持久性也很好 但是大家在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就是一定要让它干了 完全干了之后 它的持久性就会变得很好 如果它还没有干的话 是可能会晕染的 所以这方面呢 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 我也还在犹豫 因为拍这支视频的时候 我还没有去 所以我在想说是带它好呢 还是带我的Bobby Brown那支眼线笔 因为那支眼线笔呢 是最安全的 嗯 我也还在想 说不定迟一点我就会换那一支了 眉笔的部分呢 这一次选择的是Anastasia的这支眉笔 那我觉得它小小的一支 就是旅行非常方便 L Glass的那个我也很喜欢 但是因为它会粗一点 大一点 所以我想说这一次就带它吧 睫毛膏的部分 我带了一支旅行装 旅行的时候呢 最好就是带这种旅行装的睫毛膏 那带的是Bobby Brown的这一支 Extreme Party Mascara 那这个睫毛膏呢 它可以是刷出很浓密的睫毛 这个很喜欢 我已经买了正装了 睫毛夹的部分怎么能少呢 我带的是Shelette Tilbury的睫毛夹 遮瑕呢 我这一次带的是 这个小小的遮瑕盘 那这个遮瑕盘呢 之前我也有跟大家分享过 它是可以遮盖痘痘痘印 那它里面呢 还有消炎的成分 所以当你擦在痘痘 或者痘印上呢 它还可以帮助消炎 挺不错的吧 这个是一个日系的遮瑕盘 我也不知道它的牌子是什么呀 我找不到它的包装 眼影的部分 其实在旅行过程中呢 是我最忽略的一个部分 其实擦跟不擦都可以 但是In Case 我带了一支Bicary的眼影笔 那色号是5号 这个颜色真的是超级无敌 漂亮 很赞 如果要用的话呢 我相信用这一支就足够了 它很方便的地方呢 就是如果你不带眼影刷 赶时间的话 刷两下 然后用指腹去晕开它 一样很漂亮 腮红的部分 我这一次也就带了一块腮红 就是Modric Cups的 这个202号紫色腮红 那这个腮红呢 我个人觉得蛮百搭的 就是什么颜色 什么纯色 都可以搭配得了这个腮红 那这一次旅行呢 基本上我锁定在日常妆会比较多 所以我觉得这款腮红呢 会再适合不过 最后呢 就是唇妆的部分 唇妆的部分 我选择了两款唇釉 因为我想说在外面玩 而且还要带孩子 所以可能没有太多的时间 去补唇妆 那唇釉呢 就是最方便的一样彩妆品了 擦了之后呢 它会持久一天 除非你卸妆 不然的话 它都会有一个淡淡的颜色 在你嘴唇上 即使是吃了东西 那我选择了两款 一款是开架式 Bowdra的这个水润唇釉 那色号是08号 另外一款唇釉呢 是来自YSL的 色号也是8号 那它的颜色呢 一款是偏粉调的 那另外一款呢 是一个亮橘色 所以我想说 可能会用得上一个亮色 如果说出去旅行的话呢 唇妆最好是带两款 或者是三款不一样的颜色 比如说一个是比较自然型的 那另外一个呢 就会是比较亮的 In case要有一些活动 或者是场合你要去的话呢 就可以用这种亮色系 因为亮色系刷的唇部呢 顿时那个隆重感就会出来了 Bowdra的这款呢 就是每天日常可以使用的颜色 另外我选择这两款的原因呢 是因为它们的水润感都很好 不会觉得有干干的感觉 像如果我去这么冷的地方旅行 通常那种雾感的唇膏 或者唇釉我就会避免掉 因为去这么冷的地方 唇部可能会偏干 再用这么雾感的唇膏 或唇釉呢 可能唇部就会看上去 更干的感觉 所以我尽量避免是雾感的唇妆 带一些水润型的会比较好 好啦 那这个地方呢就空了 这些就是所有 我这一次带去的彩妆品 可能会有一些小小的变动 那好分享另外一边 另外一边呢就是刷具咯 刷子的部分呢 我尽量还是精简 但是精简完呢 好像也带的蛮多的 但是这些呢 已经是我精选中的精选了 就不想说再精简了 第一支就是BOY BROWN的这个刷子 如果你一直有看我的妆容视频呢 这个一定不陌生了 它是我专门用来刷笔影用的 第二支呢就是ZOEVA的腮红刷 接下来就是ZOEVA的104号Buffer粉底液刷 这个粉底液刷超好用 而且是越用越好用 再接下来呢就是ZOEVA的蜜粉刷 这个一定是必备的 眼影刷的部分我带了两支 一支是用来做大的晕染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小一点的 可以做小的晕染 这两支呢是必备的 最后的两支呢就是我的高光刷和修容刷 这个也是绝对不能少的 这一些呢就是我这次旅行带去的刷子 那这些刷子呢刚才也说了精选中的精选 不能再精选了 因为再精选的话呢可能就会不够用了 所以带着它们呢我就会很安心了 好啦这一些呢就是我的旅行化妆包包里 所有的刷具还有彩妆品跟大家分享了 那在下一支视频里面呢 我就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旅行保养包包里面都带了哪一些保养品 那那个包包里面呢会有身体保养 脸部保养 还有洗发水护发素 诸如此类的这些保养品在内的 如果接下来你想看我的旅行保养包包里有什么的话 记得给这支视频一个打蛋的赞吧 如果你还是新同学的话 不要犹豫赶紧去订阅我的视频频道了 谢谢大家观看这支视频 那我们下一次见 拜拜